光严而三世 成年人的睡前小故事 大家好 我是你们的老朋友阿月 我的城市最近下过大雨 乌云散去的天空 挂起一道彩虹 人们纷纷微笑欣赏 或许这就是一种幸福 一起欣赏今天的故事 乌云背后的幸福线 这位在病房自言自语的患者 或许就是全费城最抑郁的男人 2012年没有世界末日 有的只是远去的爱人 帕特其实也愿意承认 自己从前有点消极 但只要爱人愿意回头 他们一定能让生活美好如初 因为真爱就是这样 正如墙上格言所说 人要精益求精 可无法回家的帕特 其实连药都没好好吃 他坚信自己康复 和其他病友不同 比如丹妮总喜欢谈论自己的短发 但帕特很少为此纠结 选择健身治疗的他 终于等来出院日 母亲其实也明白 一生不建议帕特出院 可八个月真是段很长的日子 他只想带孩子离开医院 帕特回到母亲身旁 故乡一如往常 包括永远在谈论橄榄球的家 父亲是位迷信运势的铁杆球迷 永远支持费城老鹰队 帕特在忐忑中回家 哥哥的照片还是挂在自己之上 有强迫症病史的父亲 连遥控器都整齐白放 这绝非无心之失 老人对帕特归来感到惊喜 紧追而来的便是顾虑 儿子真的康复了吗 医生真的同意了吗 帕特几乎要被求证欲吞噬 父亲总喜欢一切尽在掌握 可挣赞钱开餐馆的他 偏偏又喜欢赌球 不过父亲从来只压老鹰队胜出 似乎也没有不对 夫妻俩最希望的 还是儿子走出伤痛 可帕特对于生活的打算 依旧是为了前妻健身 读完所有他爱的书 自己的婚姻没有失败 他和前妻一定还深爱彼此 尽管尼吉已将婚房卖掉 尽管八个月来 两人未曾联系一次 父亲为何总说尼吉走了 这只是段差距罢了 人难道不该精益求精吗 帕特会将所有伤感 化作追求美好的动力 直到乌云散尽 看见幸福 一家人的生活在不安中恢复 读书的帕特飞禽亡时 可被丢走的海明威著作 还是点燃帕特心中的怒火 他找到父亲倾诉 为九死一生的海明威 愤懑不平 为何应勇不屈的战士 还是与爱人生死离别 为什么这个世界 就不能有个美好结局 从此以后 珍宝的老人 就时常遇见锻炼的儿子 帕特总披着垃圾袋 因为这样更容易出汗 父亲盯住其修的窗户 他也抛在脑后 可帕特似乎忘了 自己指使出院 还没有康复 帕特回到讨厌的诊所 而今天的现代音乐 听起来也是如此而熟 患有狂躁抑郁症的帕特 被挥之不去的旋律激怒 他疯狂翻找音源 险些让自己失控 医生对此并不意外 帕特提前停药 还不承认自己的暴躁 患者眼中的暴力狂 只有那个欧达克对球迷 被体育场永久进入的父亲 看来帕特的病症 与人生经历脱不了关系 那是年初的某个午后 提前下班的帕特回到家中 客厅里回荡着熟悉的老哥 那是其与尼吉成婚时的伴奏 音乐播放弃父亲 使妻子留下的内衣 帕特还以为这是惊喜 直到自己的上司出现 对方没有逃离 还让下属离开 彻底施工的帕特 险些让其归西 后来的故事 医生都知道了 但帕特坚持认为 自己与暴力的父亲不同 他只是确诊心理疾病 遭遇压力后 无法控制情绪 医生沉默无言 注意到帕特手上的婚线 回家的帕特依旧不肯吃药 因为那样会发胖 会让尼吉不喜欢 父亲无言以对 只希望儿子留下支持老鹰队 主队与球迷相守相知 会为比赛带来好运 可揉搓幸运手帕 整理遥控器的他 却比帕特更加紧张 好在主队的胜利 让一家人欢呼雀跃 可一时喜悦 无法掩盖长久哀怨 身为社区风云人物的帕特 还是奔跑在大街上 寻找消失不见的尼吉 他回到曾经就职的学校 让校长慌乱至极 帕特不但拿不回工作 甚至也问不出尼吉的消息 连插足自己婚姻的历史老师 都还在学校里 为何身为助教的自己 还要被视作灾星呢 他其实很积极 一直在拨开乌云 好在不是所有人都抗拒帕特 略显犹豫的老友罗尼 惊叹帕特说了许多 正好妻子下周要举办晚宴 他一定得来 可帕特早就知道 嫂子是个挑剔敏感的人 不过罗尼从来只听太太的 嫂子也是尼吉的闺蜜 要寻回幸福 还是值得一去 父亲其实也想和帕特谈心 毕竟帕特一出家门 老鹰对便立马溃败 事实已经证明 父子俩应该多句句 但拿起电话的帕特 还是想尽早联系尼吉 爱人不可能和那个老师在一起 为什么不让自己打电话 我还是那个卑微的属下吗 父子俩的争执被警官打断 他要提醒帕特 精神病人刚刚出院 还要接受禁足令 不能离家超过200米 这个距离隔绝了尼吉 却能让帕特见到医生 不肯吃药的他 断定爱人还在等自己 我只是需要变好一点 医生略显无奈 干脆说出真爱的另一种表达 那就是选择放手 看对方是否会回来 帕特应当做好 面对一切的准备 直到那首老哥再次想起 他也不会看见乌云 患者沉默片刻 表示自己一直在认真治病 只要一个人尽其所能 让积极心态掌控自己 就能找到乌云背后幸福线 而帕特已经发现了端点 那是一场正式的晚宴 他正由于自己要穿正装 还是选择自己最爱的求医 医生不假思索 当然是穿你喜欢的 直到晚宴来临 帕特才发觉自己问错了人 临阵逃脱已经来不及 罗尼干脆带老友参观家里的新装修 这实在花了不少钱 但自己不能埋怨 虽然工作压力很大 但家人需要的生活 他一定会为之努力 罗尼说到动情处 终于倒出自己的烦恼 人到中年 生活的压力像潮水般涌来 不给人喘息的机会 在家人和工作间游走的罗尼 根本无法总是开心 人生在世都只是竭尽全力而已 不论帕特是否同意 罗尼话音未落 家中便来了另一位亲戚 那是爱人的妹妹福尼 她先前的丈夫并未一起来 因为一场吞噬生命的意外 福尼总能察觉深厚的议论 正如初见帕特的他 一眼便看出了许多矛盾 目不转睛的帕特一时慌了人 突然声称自己已婚 可心之口快的他 还是问起了对方的身世 福尼对丈夫闭口不谈 只承认自己的失业状态 可帕特一字也没听进去 他一直在打量福尼 对方将此尽收眼底 连表情都变得有些神秘 众人一起参观新壁炉 福尼却想起太平间 这是个略有含义的玩笑 只有帕特连声附和 藏不住笑的罗尼 开始为福尼介绍帕特 他可是一位中学历史助教 记得所有美国总统的生平 帕特相当配合 立马开始谈论无聊的历史 直接让福尼陷入沉默 正如姐姐所说 他的爱好一直是舞蹈 可福尼不喜欢别人用他指代自己 毕竟大家都坐在这里 罗尼夫妇的节奏被打乱 话题回到客人手中 两人的共同话题 从心理诊疗药物开始 那些令患者发胖与昏沉的副作用 也是福尼挺要的原因 看见药柜变头疼的帕特 竟然以这种方式 与新伙伴找到共同语言 两人聊得太过尽兴 以至于主家有些尴尬 福尼也不犹豫 表示自己已经吃完 尽管他连沙拉都还没动 却迸发出了惊人的能量 福尼唯一的要求 是让帕特送自己回家 他不敢相信 连帕特都会这样说自己 如果是旁人这样讲 福尼也不会觉得奇怪 大家就是喜欢看见别人的病态 才回头珍惜自己的完美 他安静地离开 帕特却选择跟来 两人一同行走在夜晚的街巷 有种无声的默契 走到家门的福尼 还记得帕特最初的眼神 他相信彼此都不会撒谎 虽然自己讨厌橄榄球 但对方还是可以跟自己共度良效 帕特被庞大的信息量冲击 一时不知如何回应 他承认自己今晚很开心 也赞扬福尼的美丽 但自己是一名丈夫 福尼淡然一笑 结果婚又怎样呢 可耿直的帕特 却开始强调彼此的不同 福尼被这番言语惊醒 突然需要一个拥抱 他无法控制自己的眼泪 却将巴掌狠狠甩在帕特脸上 一次声响 却同时惊醒了两个人 原本躲在回忆里的帕特 突然惊醒无比 他心中来之不易的平衡 被这场分别打破 回到家中的帕特 仿佛失去了灵魂 他再也无法入睡 即便带着婚戒 也还是辗转反侧 帕特开始翻箱倒柜 要找的东西只有一个 那便是当年的结婚的录影带 熟悉又可恶的旋律停止了 那股对过往生活的怀念 也突然消失不见 他再次将父母吵醒 仿佛再慢一秒 尼吉就真的离开了自己 帕特开始大吼大叫 把街坊四邻全部吵醒 直到悲哀的回忆重现 直到那首老歌再度响起 无意击倒母亲的帕特 才被拉回现实 眼前暴怒的父亲 才是他最熟悉的画面 第二天一早 父子俩脸上都多了把痕 帕特无言以对 默默将要吞下 他将年久失修的窗户更换 却依旧奔跑在大街上 只是如今的帕特 总会忍不住看一个地方 提前埋伏的弗尼 被帕特抓了个现行 两人一前一后 奔跑在宁静的早晨 弗尼不承认自己在寻找什么 弗尼也不觉得自己有在尾罪 为什么大家不冷静一点 这样实在有些不正常 两人争端在一起 成了社区的独特风景 弗尼不觉得两人结果婚事问题 帕特也没资格说别人不正常 无言以对的弗尼 还是口不择言 这番回击显然越界 帕特连忙道歉 可弗尼没有被击垮 因为他已经改变自己 弗尼愿意承认自己 异于常人的部分 因为他接纳的自己十分完整 但活在过去的帕特做不到 你不过是在自欺欺人 帕特带着被撬动的内心 回到医生面前 医生干脆直言 你若不能辨识情绪 迟早还要住院 必须找到一种排解自己的方式 这样才算精益求精 医生明白帕特昨晚 为何要找录影带 因为弗尼的出现 已经让尼吉的样子越来越淡 但弗尼也是尼吉的朋友之一 如果帕特真的执着于复合 为何不试着与弗尼做朋友 这样尼吉才能看到 你的善良与慷慨 医生的话在帕特心中生根发芽 他朝熟悉的地方跑去 果然等来弗尼 既然要做朋友 就从一起吃晚饭开始吧 夜幕降临 帕特似乎看不清任何东西 除了眼前缓缓走来的弗尼 两人一起来到餐厅 帕特除了夸对方漂亮 一句话也讲不出 他与人约在餐厅 点的菜就像早餐 说起原因也十分奇怪 帕特言归正传 他只是想让弗尼帮忙 给爱人送去一封信 表明自己并无答案 弗尼爽快答应 指使他必须躲着家人 毕竟自己现在不大受欢迎 帕特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但弗尼遭遇丧夫之痛后 一确一度失去自我 他的好奇心被激发 问起许多细节 弗尼也都坦诚答复 帕特不禁感叹 前妻从来不和自己谈这些 可弗尼却愿意答应解惑 故事的结尾 就是他被送回家中 开始心理治疗 帕特听到这里 突然有些明白弗尼的病因 他每次情绪崩溃的导火索 也是那首挥之不去的老歌 这段旋律 本该是神圣婚姻的见证 却成为出轨越界的催化剂 有时即便没有歌声 帕特也能在心中听到 只有与尼吉重归于好的画面 才能使他内心平静 所以那封信很重要 帕特现在就想回家准备 可起神片刻 帕特又担心尼吉会知道这次饭局 他不禁好奇自己表现如何 弗尼不知如何评价 只言大家眼里的你我相像 听到这里的帕特失望至极 尼吉才不会喜欢这样的自己 他十分确定 弗尼的病情会比自己更严重 尤其是听完方才那些话后 原本吐露真心的弗尼 因为帕特的评判痛苦不甘 他止不住的歇斯底里 失去唯一现实的帕特 终于明白自己做错了什么 他并非嘲笑对方的不义 只是不想让前妻误解自己 弗尼这下总算明白 帕特根本未曾直面现实 他能够坦诚自己的过去 却招致一个懦夫的平派 弗尼越说越激动 喧嚣声以来众人为官 本就声明在外的帕特 被误认为流氓 弗尼更是火上浇油 风口浪尖下的帕特 从未如此无助 警官及时赶到 直言帕特想回医院了 弗尼看出端尼 联盟表示误会一场 他拉起一旁的帕特 说出自己的发现 摆脱歌声的帕特 总算恢复呼吸 他是该承认 自己与弗尼的共鸣 可准备结案的警官 却在此时认出传闻中的弗尼 他想要纠缠 却被帕特阻止 弗尼再也不是随便的人了 曾经追逐帕特的弗尼 终于有了自己的跟班 两人重归于好 弗尼还是会帮其记信 他已收到帕特的感激 可将一切分门别类的父亲 连少了一张信封 都能立马察觉出来 帕特只好选择认罪 但自己并非偷拿 父亲昨晚已经入睡 他只是不想再吵醒父母 老人闻此却更加疑惑 儿子何时变得如此振奋 可面对父亲一同陪伴 老鹰队的挽留 帕特还是表达拒绝 今天是他的胜利日 自己战胜了那首歌 帕特兴高载烈地寻找弗尼 却只见到面色凝重的双亲 他这在明白自己被误会 因为流连弗尼的人实在太多 可帕特毫不退缩 他当即告诫来者 结交异性的第一要义 是尊重 别总想着利用对方脆弱的时候 况且这位名叫弗尼的天使 已将折断的羽衣养好 帕特为弗尼摆平了麻烦 对方也将此看在心中 可这番好心 却没换来帕特心中的好报 弗尼突然变寡 称自己无法给尼击松信 不知从何时起 无法拒绝别人的弗尼 就永远奔波在协助他人的路上 可他从未得到任何形式的回报 或许是对方无意回报 或许是自己不敢心怀期待 但这一次 弗尼有种前所未有的感觉 或许他不能像姐姐那样拥有一切 可帕特确实能为自己带来什么 弗尼犹豫再三 呼气勇气 邀请帕特 成为自己参加舞蹈大赛的男伴 马上有一届定期举办的舞蹈大赛 丈夫生间从未陪他参加过 帕特或许还有些抗拒 但他平常的生活 不也是陪父亲看无聊的球赛吗 要么参赛 要么把信留着 帕特自己选吧 可弗尼这次没能将选择抛给伙伴 因为在帕特看来 自己已经为朋友做过什么 方才的男人 一定是弗尼心伤复发 动起循环念头 才惹来的麻烦 弗尼不甘示弱 干脆问几情声帕特 你总觉得自己与尼吉的关系才是真爱 可真爱究竟给了你什么呢 帕特也不逃避 直言两人有独一无二的化学反应 尽管自己和尼吉都想重塑对方 但很多夫妻都会这样 尼吉没有赞同他的品位 也有些自大狂妄 但帕特还是在为尼吉改变 减肥后的他焕然一新 也在各自自己的暴脾气 夫妻之间有摩擦是正常的 虽然帕特与尼吉时长半个月不说话 虽然苛求完美的前妻 总是挑剔自己 但这也是催人奋进 帕特相信现在的他是最好的自己 尼吉必然也一样 他们重归于好 一定能幸福生活下去 可惜帕特的推导 被小小的信封拦住去路 弗尼只要拒绝传信 帕特的设想就会全部落空 好在出院的丹尼 第一时间赶来看望病友 他对老人的好运手帕感兴趣 但父亲始终认为 帕特才是好运的源泉 你应当护佑老鹰队长盛 而不是与那个女人浪费时间 帕特对父亲的评价感到不悦 福尼是他的朋友 如果心有所伤就是不正常 那按时吃药的自己 难道也是个糟糕的人吗 罗尼发觉自己说错了话 连忙送出音乐播放器补偿对方 两人瞬间和好 翻看起歌曲名录 原来罗尼最近逗怒 为了不影响家人 他就躲进车库 听重金属摇滚 并且疯狂扔杂物 这是罗尼的自我排解 帕特一时错愕 只言自己学会尼几后 一定不会这样 帕特的自我安慰被大哥听见 那是父母的掌上明珠 拿走了从前所有的荣誉 大哥话还没说几句 就谈起自己蒸蒸日上的工作 和刚刚订婚的喜讯 可弟弟失去了妻子 还被学校辞退 他都不知道自己该说些什么 大哥近乎炫耀的酗酒 连一贯偏心的父亲 都开始觉得不妥 但帕特的延伸 已经从嫉妒转为释怀 他对亲人只有满满的爱 两人久违地拥抱在一起 大家不知道帕特经历了什么 才拥有此番彻悟 但帕特最好 还是别和弗尼来往 曾经看清弗尼的帕特 却在此时坚定维护朋友 不论弗尼还是丹尼 大家或许都和常人有些不同 但我们只是能够感受 捕捉到一些常人不在意的事 可惜这番话语 没能打动突然上门的警官 原来丹尼出院的手续并不齐全 他需要更多手续自我证明 好运手帕并非总有好运 即便今天是老鹰队获胜 帕特带着无力感寻找弗尼 他相信有人会理解自己 舞蹈师终于迎来贵客 但帕特进门的第一句话 还是弗尼何时松信 信中不仅有帕特自我表白 还叙述了他与弗尼的相知相遇 弗尼只好连连答应 换来舞伴的专心 一段舞蹈的启示尤为重要 弗尼为帮帕特找感觉 让对方将自己当作尼吉 要满怀依恋 缓缓走来 在抬头的一瞬间释放 这才会饱含深情 弗尼一时怅然 向帕特交代丈夫的死因 两人结婚一千一百天 点点滴滴地里在目 可婚姻的最后半年 他们没有任何夫妻生活 弗尼不想要孩子 因为她连自己都照顾不好 丈夫很难理解这一切 两人的关系在平淡乏味中消磨 直到某天夜里 丈夫突然前往商场 采购了一些款式夸张的内衣 但弗尼一次也没有穿过 因为丈夫在回家路上帮人修车 却不幸遭遇车祸 这段婚姻本该会有景色 可一切都太迟了 得知真相的帕特一时愣在原地 他感到一种前所未有的震撼 原来一段爱情的残留 竟然也会如此真痛 帕特开始认真学武 他实在太过投入 每次回家都累得瘫倒 帕特看书的时间越来越少 每天起床的第一件事 就是敢去学武 两人尝试各式各样的武 酝酿出前所未有的墨迹 可每当看见似曾相识的背影 帕特都要与伤痛斗争 母亲抓住儿子回家的间隙 将老鹰队的新闻烧给帕特 躲在一旁的父亲 此刻怅然若失 但弗尼的武士 不得出现橄榄球和名著 帕特总算发现 原来不止自己喜欢丢书 弗尼干脆直言 坏结局的书并非教人幸福 帕特无法辩驳 却在此时赢回了老友 丹尼这次是彻底出援 他收到帕特的信 特意到此提供帮助 弗尼一定就是那个 有些暴躁的好朋友 帕特顿时慌乱 连忙转移话题 丹尼年轻时也是舞蹈好手 他对帕特的建议 是加入更多节奏 可丹尼教得越来越投入 帕特顿时被危机感笼罩 他其实也很高兴 丹尼带来许多新奇建议 但一个与人有约的好友 还是会让帕特更放心 他总算能松口气 可不是所有心事都能自然淡去 找到儿子的老人 还是选择直面内心 老鹰队只是一个被寄予厚望的话题 老人希望借此改善父子关系 只要能让帕特振作 他愿意痴迷任何事 一切都不过是如此而已 如果他们会一起看比赛 至少还能共同面对许多事 可直到与父亲相谈后 帕特才发现对方将所有积蓄 都用来与球友下赌注 因为老人坚信儿子没有好运 只要兄弟两人一起到场看比赛 命运的力量便会为老鹰队指引胜利 帕特听到这里意识陷入两难 他乐意去看比赛 但自己已将时间许给弗尼 母亲看出孩子的好转 对孩子抱以相信 可父亲的神情却多少有些犹豫 帕特只好向弗尼坦白 自己想把周日拆成两半 看完比赛再来练武 可在弗尼看来 这根本违背了承诺 帕特父亲交给儿子的旷客理由 更是让人啼笑皆非 弗尼只好拿出最后招数 那是尼奇的回信 帕特想看就陪自己练完最难的动作 可不停失败的帕特 根本无法怀揣弗尼练武 弗尼无奈 只好将信交给对方 尼奇收到来信是有些害怕 所以帕特最好振作后再看 信中的尼奇 对帕特的转变 表示出意料之外的肯定 尤其是那股精益求精的追求 让尼奇倍感欣慰 但他推荐的那些名著 并非总是有好结局 有些道理 本就是教导人应对苦难 尽管帕特已经付出许多 但他还是需要做到更多 证明自己能够承担婚姻 如若不然 或许分开才是彼此最好的结局 这是一封言辞恳切的信 连默默聆听的弗尼都为之动容 帕特突然很疲惫 但弗尼说的其实没错 如果要证明自己 就借用舞蹈吧 专注 配合 自我欣赏 没有比这更浪漫的事 老鹰队的重要比赛如期开始 可路上的帕特 依旧挂念着弗尼 如果今天不去练舞 至少应该通知对方 父亲不肯接手机没什么 但弗尼不是疯女人 老人没有回答 只是劝告儿子 千万别步自己的后尘 他当时就是因为 欧打克队球迷 才被体育场永久进入 损害了老鹰队的运势 好在大赛前的气氛 比帕特想象中更好 所有人都来为主队加油 甚至包括一项严肃的心理医生 大家一起跳着鹰舞 一起预祝胜利 尽管帕特还是没能接到手机 给无法放下的弗尼打电话 可如今的他 已经能开导罗尼经营婚姻 选择更加明朗的生活 可惜并非所有人都能心态平和 一些好事的球迷开始作乱 帕特的大哥仗义直言 却犬如纷争 帕特一再回顾父亲的叮嘱 却无法做看大哥受欺负 最不该发生的事 还是在球场上演 独守武士的弗尼 也决定直面自己的内心 父亲对归来的孩子们感到失望 不仅仅是一位冲突 更是老鹰队输掉了比赛 老鹰输掉了所有积蓄 只因大家没有团结一心 给主队带来积极气韵 他的信念彻底崩塌 成了彻头彻尾的败者 可就在家中一片混乱时 弗尼却不请自来 将所有人打断 他指责伙伴 没有遵守恋武承诺 顺带向大家自我介绍 无处发泄的老人 总算找到替罪羊 就是因为眼前的女人 去看比赛的帕特 才会心不在焉 让一切急转直下 弗尼对此当然不服气 他干脆好好理一理 事实就是 自己与帕特的相互扶持 才是一切积极因素的根源 才是老鹰队腾飞的转机 如果帕特今天没有爽约 好好练武 就不会与人起冲突 老鹰队才能战胜纽约巨人 默默聆听的帕特目瞪口呆 原来弗尼做了这么多功课 老人也被彻底说服 承认对方是个好姑娘 而作为全场最大赢家的球友 此刻也不免心生愧疚 弗尼干脆直言 你如果没有说谎 就给帕特加一次分盘的机会 赢回所有积蓄 我们不赌普通比赛 就压赛季最后一场 老鹰队会胜利归来 那天也正好是舞蹈大赛 老人的斗志被扶尼再度点燃 他愿意压上所有家产 去证明自己的家庭 有多么精益求精 多么乐观积极 眼见老人痴迷赌注 扶尼以外的所有人都慌了身 可球友也不甘示弱 干脆要求连赌 达胜条件不仅是老鹰队胜利 还有帕特与弗尼在舞蹈大赛拿到五分 一场今天好赌 就此大争 打起退堂鼓的帕特 从未像今天一般狂乱 反倒是斩钉截铁的弗尼 指责舞伴的懦弱 连冷静下来的老人 也不愿而自作逃兵 弗尼走投无路 只好使出最后的办法 那就是谎称 你几会去看比赛 一个善意的谎言 或许能改变某人的一生 反复观摩回心的帕特 看着眼前的印刷字体 和某些熟悉的用语 也猛然想到了什么 他还是像网上那样奔跑 与弗尼合练舞蹈 转眼就到了圣诞节 距离两场决定家庭命运的大赛 只剩下三天 为伙伴挑选大赛领带的弗尼 如何都不满意 反倒是偷偷拿起信封的帕特 安慰起紧张的伙伴 一切都会顺利 不需要担心 转眼便到了决胜的日子 可老人没有在电视前 关注老营队 反倒来到舞蹈大赛现场 现场专业舞者云集 每一个都是强敌 球友沾沾自喜 声称自己赢定 可原先最慌乱的帕特 如今却是最沉稳的那个 他在不知不觉间 牵起舞伴的手 安慰紧张的弗尼 可就在牵到时 弗尼的心理防线彻底破碎 那本是自己善意的谎言 可尼吉却真的出现 普尼感到前所未有的挫败 仿佛自己失去了一切 回到了先夫车祸那天 面色宁顿的帕特 一时未能意识到事态严重性 他来到评分现场 悉悉观摩自己的对手们 却在人群中发现了尼吉 帕特心中有千言万语 却还是收藏于内心 舞者划过的痕迹 与尼吉的眼眸交织在一起 谁也不知道 帕特究竟在看哪里 正如喝起烈酒的弗尼 不知自己为何在这里 一场比赛到此结束 如此精彩的表演 平均起来也只有七分 大家开始慌乱起来 尤其是寻不见舞伴的帕特 无论弗尼此刻心态如何 这都是精益求精的时刻 所有支持帕特复组合的人 都需要保持积极 柔和的灯光里 两人缓缓走向舞制 所有人都在为之喝彩 可直到音乐开始 众人才逐渐发现 这对组合的表演风格 与旁人相比有些奇怪 他们时不时出情 却又突然热烈起来 除了高兴的丹尼 旁人都有些诧异 这样的舞蹈会不会有些随性 可两人的眼神中只有彼此 未曾敷衍一刻 舞蹈虽然简单 却也足够快乐 尽管最后的高难度动作 总给人以失误的嫌疑 可没有谁能否认 这是一出精彩的表演 无论评分胜败 他们都是大家的英雄 舞蹈最终评分出炉 身色严肃的评委们 普遍打分不高 连其他选手 都对帕夫组合表示遗憾 平均分不多不少 只有五分 可当事人随后的反应 却吓了大家一跳 从未见人比赛垫底 还会如此高兴 可就像老鹰对大胜速敌一样 五分就是胜利 众人在一起欢呼拥抱 弗尼也不禁感叹 一切都太棒了 更默不作声的帕特 只朝一个方向走去 看着眼前窃窃私语的两人 弗尼心中挥之不去的伤感 还是再次将其占据 他落寞离开 走出赛场 便会孤身一人 可找到尼吉的帕特 只是完成自己的道别 得知弗尼离开 他大惊失策 连迷信的父亲都直言 你一定得抓住生活的机会 父子俩的隔阂终于笑容 帕特追出门外 像从前无数次那样奔爆起来 他还有一封信 抬头是亲爱的弗尼 原来早在下注那天 帕特就发现尼吉的回信 其实是弗尼所写 帕特终于向弗尼承认 自己对其一见倾心 过往的桎固 只是一种心理保护 他不是有意隐瞒到现在 只是这样比较浪漫 他们就是真爱 一切都能证明 灵亮的武士 欢怪的武曲 以及人来人往的阶像 父亲终于摆正了家中画像 所有人都在更加积极的生活 过往乌云就此消散 幸福就是有你在 全片完 乌云背后的幸福线 是一部2012年 上映于美国的剧情电影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心事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过去 影片里饱受乌云笼罩的 又何止是帕特与弗尼 无论是难以开口的父子情 还是总被拿来比较的兄弟 亦或是深陷中年危急的 家庭顶梁柱 都曾在幸福的领地中缺席 找不回属于自己的积极 能够被命名定性的病症 总是有其固定的脉络 对症下药或许还能缓解 可疯狂的生活里 更多的烦恼总是难以言喻 谁也无法保证 生命里总有快乐结局 所以有人会选择精益求精 在不敢尝试的时候 选择接纳别人的善意 在害怕受伤的时候 消除自己真挚的心 内敛而又热烈的灵魂 终究会鼻子疗愈 哪里有什么运气 只是我从来没放弃 哪里有什么注定 是我一直陪伴你 好了 今天的故事到这里就结束了 听完今天的故事 你是否有所感怀呢 欢迎在评论区分享你的看法 也欢迎把你的看法 或者推荐的电影 发送至阿越的邮箱 晚安 我们下个故事再见 就说不见了 谢谢大家 谢谢观看